马云说,2018年最赚钱项目是互联网家移动网家商品分享,马云,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,真正能激励我们的,不是心灵吉堂,也不是奋斗语录,而是比我们优秀的人,却比我们更努力。 实现梦想的道路是指责的,无数人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遭遇了无数曲折,其实梦想就是一个人给自己定的一个大目标,马云,成功不是混手,不是寄望,而是把握现在。 大海是由一滴滴水组成的,高山是由一块块泥土和气成的,而人的智慧是由一点点的努力积累成的,人生没有彩排,每天都是直播,阳光,原子里内心的清澈,没有理想的人,就如一张白纸,寻找理想的人,就如一道彩虹,善于把握生命的每一个瞬间,才能感受人生的每一个精彩。 想要月入十万以上,请加2494663283,带你走向成功。 马云说,这世界上没有优秀的理念,只有脚踏实地的结果。 记住,关系特别不可靠,做生意不能凭关系,做生意也不能凭小聪明。 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你能做什么,而是你该做什么。 如果一个方案有90%的人说好的话,我一定要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,因为这么多人说好的方案,必然有很多人在做了,机会肯定不会是我们的了。 马云说,创业者光游基金和创新是不够的,他需要很好的体系、制度、团队以及良好的盈利模式。 马云说,人类假如不能利用机会,机会就会随着时光的波浪,流向茫茫的大海里去,而变成不会孵化的蛋了。 创与识别与把握时机是极为重要的。 在一切大事业上,人在开始做事前,要像牵引神那样查识时机,而在进行时要像牵手神那样抓住时机。 马云说,欧国分享经济的发展,比美国要晚几年的时间,是在团购和O2O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 许多分享经济企业,于2011年前后开始创建,爆发于2014年下半年,目前则处于分享经济发展的黄金期,而分享经济受到网络大规模关注则是在2015年6月份。 互联网的共享精神以往是主要体现在信息上的,信息也是经济,是虚拟的经济。 现在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,为O2O提供了更充足的生存条件,于是共享经济不仅仅存在于虚拟经济上,现在已经向实体经济延伸,线上线下的资源得以融合。 2018年最赚钱项目是互联网加移动网加商品分享。 当前全球处于移动互联网时代,我国移动电话用户规模达到12.8亿,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达9.8亿户,因服务内容的不同。 二者虽然相互竞争但也相互依存,互联网作为至今为止最为强大的信息传达工具,将市场供给和需求无缝对接。 通讯网则将地理上分散的用户终端设备互联起来,实现通信和信息的快速交换,但信息交换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衔接空白。 商家不能直接获取消费者的需求信息,消费者获取商家信息需要通过一些渠道,信息失效性降低,因此如能将二者相结合。 是比较会迎来更加精准的供需关系匹配,从而带来更高的销售转化和重复购买。 分享经济是商业模式的创新,分享经济通过社会海量,分散,闲职资源,平台化,协同化的集聚,富有力供需匹配,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价值创新的新形态。 其中移动社群电商就是其重要体现,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要连接一切,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,不仅仅是人的简单句题,更重要的是强调服务,信息以及内容的整合输出。 移动社群电商正是基于市场的需求,所形成的持久的商业运营模式,分享经济具有典型的网络化,跨区域,跨行业等特征,引发了新旧产业大量的摩擦,使得许多制度变得越来越不适应。 对现有的政策、制度、法律提出了新的挑战,也在告逼监管部门研究,指定适应分享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,创新和完善监管方式与手段。 但分享经济无疑是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,未来的经济组织将更加扁平,由原来的金字塔形象中网形结构过渡,人的革新化需求将会更充分地得到尊重和体现。 据统计,2017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,约为34,520亿元,比上年增长103%,参与分享经济的服务提供者约为6000万元,预计未来几年,中国分享经济仍将保持年均40%左右的高速增长。 按2020年,中国分享经济规模占GDP比重,将超过10%,如今,党和国家的政府报告,2016年的两会政府报告,都提到分享经济。 反映出的不仅是中央政府对分享经济的看重,也表明了一种坚定的立场和鲜明的态度,伴随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。 分享经济创新与治理的难点已逐渐显现,在分享经济发展过程中,用户缺乏信任度是一大痛点。 现在国家提倡分享经济,可分享经济采用的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手段,传销大都建用过,大部分人一招被蛇咬十年怕紧绳,导致在分享经济发展过程中,用户缺乏信任度是一大痛点。 但这也未尝不是一种机会,国家一种新政策的出现,就是要教育少部分人先富起来,如何让更多弱势群体参与到分享经济中来。 你做到了,你离成功就不远了,现在互联网创业改变了一部分人的命运,尤其是分享经济新平台的出现,改变更多人的命运。 别人琢磨不透的商机,正是你赚钱的好项目,现在是互联网时代,各行各业都想在网络上,占有自己的市场份额。 那么想要占据互联网的市场,首先就要在网络上,能够让网民看到信息。 那么什么是分享经济呢? 分享一般就是说遇到好的东西,不自觉的想推荐出去,这里先决条件一定是在自己觉得好的基础上,然后给大家推荐出去。 那么最后他的落脚点就是说,实现共赢,就是说我分享给你好的东西,对你好有处,对我也有好处。 分享经济,是指个人,组织或者体验,通过社会化平台分享闲职食物资源或认知盈余,以低于专业性组织者的编辑成本提供服务,并获得收入的经济现象。 分享经济的本质是,社交化价值,族群互动,产品只是价值供赢的载体,这是本质的核心,及产品只是变现的工具,而不是唯一的根本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